在新加坡 你的孩子還沒有到PSLE 別人就會跟你講了 oh next year PSLE oh yeah 哇我的孩子怎樣怎樣 哇要怎樣怎樣怎樣 必須要怎樣怎樣 環境會把你拉進去的 你不用去講 但是我跟我太太的思想就是這樣 當然考試是重要 but 我們不會在還沒有到之前 就一直給他壓力 反而我會用很輕鬆的方式 讓他進入這個階段 當然比如說該補習的 我還是會給他去補習 該做的還是要做 但是我不會用result來給他壓力 我會用說比如說 你盡力的能力 我要你開心就對了 我們的想法就是要把 學習變成是一個開心的事情 而不是學習變成一個壓力的事情 這個是我的目標 做得到做不到 I don't know chẳng 顏忠意哦